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低压 在今天上午生成为今年第22号台风耐阁 是否会影响到台湾有待观察 不过有脸书气象粉砖 泼出台湾未来10天的降雨模拟图 预测一栏一带 降雨量是紫到发黑 代表说这个雨势恐怕会很剧烈 未来耐阁台风有没有可能会直扑台湾而来呢 气象局就表示了 周末它的北转位置将会是关键 这两天气温稍稍回升 太阳露脸 民众又把短袖衣物穿出门 但接下来周末变天的巧合又出现了吗 今年第22号台风耐阁 27号早上生成 气象局表示这个台风在接近旅宋岛的过程中 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脸书气象粉砖还PO出一张欧洲模式 预测台湾未来10天的降雨模拟 一栏一带降雨紫到发黑 雨势恐怕会很剧烈 周日晚上到下周二 将可能是降雨最明显的三天 到底台风会不会直扑台湾而来 有机会放台风架吗 对陆地的影响就要看它 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北转 旅宋岛这边附近就北转的话 当然相对离台湾会比较近一点 那影响的程度上会比较大一点 目前各国模式模拟预测 耐阁台风第一种走法 是在旅宋岛附近北转 但要留意北转的路径和角度 有没有向西修正 如果到时候更接近台湾 威胁就会更高 另外一种是穿过旅宋岛后 直接进入南海 对台湾的影响相对就会小一些 气象专家贾欣欣表示 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将是左右耐格台风移动的关键 如果说穿过旅宋岛 或者是接近到旅宋岛的西北方 特别再往东北的方向转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会离台湾 再更近一点 那当然影响的程度 也有可能会再更大一些 台风陆境会不会更靠近台湾 发布海陆境 下周一而是重点观察期 民众得先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 陶宇宣 许宇宣明 台语报道